郁威生行与威州生农强强联手 新年期间推出史上最低价 原筒炮身开仓价每磅50美元 精选炮身买一送一 独家中美陆路通 美国下单中美三天收获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沉静 917 699 9629 全美最火新闻尽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6号星期四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32周粮食券额外补贴 3月到期福利减少 CDC称新版加强剂 显著抵御感染 对XBB有效 法拉盛夜总会报命案 华裔女子身亡 半月完枪案嫌犯聆讯 检方称已查明动机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五 在这里祝大家金玉满堂 吉星照 事事顺利 开口笑 看前面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疫情期间增加的粮食券SNAP 营养补贴援助项目 额外补贴即将结束 这意味着在食品杂货价格持续上涨期间 许多家庭将面临资金减少的困境 过去近三年来 每个家庭在正常福利的基础上 额外获得了95元或更多 在17个州 这些额外的紧急福利已经在2023年1月到期 根据农业部食品和营养服务部门的数据 他们包括阿拉斯加 亚利桑那 阿肯色 佛州 乔治亚 爱达河 印第安那 爱荷华 肯塔基 密西西比 密苏里 蒙大拿 内布拉斯加 北达科他 南达科他 田纳西和怀俄明州 在南卡紧急福利调涨将在2023年1月 付款发放后到期 根据食品和营养服务部门的数据 在剩下的32个州 加上华盛顿特区 关岛和美署维京群岛 额外的资金将从2023年3月开始到期 据悉 2021年超过4100万美国人使用SNAP福利来帮助支付食物 同样领取摄安金的家庭 SNAP福利可能缩水超过95元 这是因为随着2023年社会保障生活成本调涨的开始 这些家庭的收入增加 他们有资格获得的SNAP资金支持减少 根据食品和营养服务部门估计 近一半的SNAP受益者也领取摄安金 随着后者2023年调涨8.7% 大多数人的SNAP福利都会发生变化 该机构称 然而所有受影响的家庭都将获得净收益 因为调整增加的社会保障福利多于它减少的SNAP福利 来关注疫苗相关消息 根据疾控中心CDC最新发布的研究 更新版加强剂将人们感染新冠的风险降低了一半左右 即使是针对快速传播的XBB.1.5亚型 这是首个评估二架加强剂在新冠病毒不断进化的情况下 对现实事件影响的研究之一 数据显示加强剂继续对目前流行的变种提供实质性的保护 CDC称这些近乎实时的数据是由增加社区检测服务项目收集的 包括从2022年12月1号到2023年1月13号 在药房接受新冠检测的成年人的结果 在近3万份的检测结果当中 超过1.3万份的新冠检测呈阳性 科学家们发现与检测呈阳性的人相比 更多检测呈阴性的人已经接种了更新版的二架加强剂 研究结果还表明加强剂对年轻人最有效 此外研究者几乎没有发现疫苗在接种两到三个月之后 效果下降的证据 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美国经济在2022年结束时表现强劲 尽管对于新的一年是否会转为负增长的疑问仍然存在 商务部周四报告称去年第四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增长2.9% 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为2.8% 第四季度增长率略低于第三季度的3.2% 在该季度消费者支出增长2.1% 略低于前一季度的2.3% 但仍为正值 通胀指数大幅下降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增长3.2% 符合预期但较第三季度的4.8%大幅下降 除了消费者的提振 私人库存投资 政府支出和非住宅固定投资的增加 也帮助GDP数据增长 另一方面住宅固定投资暴跌26.7% 反映出住房市场的急剧下滑 这拖累了经济增长数据 出口也下降了1.3% 周三的报告为经济增长动荡的一年 画上了句号 2022年全年GDP增长率为2.1% 低于2021年的5.9% 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今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大 联储会为遏制失控的通胀 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激进加息举措 预计将在今年产生效果 自2022年3月以来 该机构将基准借款利率上调了4.25个百分点 达到2007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加息通常是有时代性的 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影响 可能要到未来一段时间才会被感受到 国际知名品牌野花牌绿风胶 专利萃取液体风胶 纯天然高浓度无酒精无杂质 国际权威认证全美销量第一 7184612988 7184612988 在川普的Facebook和Instagram账户被冻结两年多之后 这两家社交媒体平台的母公司Meta周三表示 将恢复他在这两个社交媒体上的账户 Meta说川普在被禁时是Facebook上粉丝最多的账号 总共拥有数亿粉丝 去年11月川普的推特账户也被恢复 这让川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时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2021年1月7号在国会大厦骚乱的第二天 Meta暂停了川普在其平台上的账户 称他的帖子有煽动更多暴力的风险 川普在其他主流社交媒体上的账号 包括YouTube和Twitter也在那周被暂停 但批评人士指责对川普和其他保守派声音进行审查的做法 Meta周三表示该公司已经决定撤销禁令 因为该公司已确定自2021年1月以来 公共安全面临的风险已经充分消退 该公司补充说他们还将增加防护措施 以防止之前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川普在右翼社交网络Truth Social上发帖称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不应该再次发生在现任总统身上 或者其他任何不应该受到惩罚的人身上 自去年11月推特让川普恢复账户以来 他还没有在推特上发帖 Truth Social是川普目前唯一活跃的社交媒体平台 YouTube上位表示是否会允许他重返该平台 视线聚焦美东位于纽约法拉盛大雪点的夜总会蓝钻会所 23号凌晨爆出命案 据乔报报道 警方24号证实了上述命案 指109分局警员在当天凌晨2点14分左右 抵达位于41大道的蓝钻会所发现一名年约30多岁的华裔年轻女子失去意识 救护车将其紧急送往附近的皇后区长老会医院 但该名女子最终不知身亡 警方表示现场没有发现凶杀案的痕迹 目前医检官正在进行解剖分析 稍后将公布死因 但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件 因此暂时身份不明 也无法联系到其家人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死者系台湾移民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家人在纽约 而蓝钻会所在法拉盛广受欢迎 以装修高档著称 通常在晚上10点开始营业 继续来关注纽约方面的消息 大都会运输署MPA申布期待已久的 麦迪逊中央车站的长岛铁路服务周三已开启 但在公布完整时间表之前 列车将在有限的服务范围内试运行数周 这条直达中央车站的线路 预计将每天缩短40分钟的行程时间 据报道周三上午10点45分左右 第一辆列车从皇后区亚买加出发 上午11点07分抵达中央车站 大都会运输署表示 在试运行结束之前 将在MTA网站和TrainTime应用程序上 公布完整的时间表 据悉这个耗资111亿元的项目 已经酝酿了几十年 过去数个月内被推迟了两次 大都会运输署声明称 麦迪逊中央车站和长岛铁路 新的第三条铁轨 将使得长岛铁路系统的列车服务 增加40%以上 视线转向梅西 在加州海滨小镇半月弯 蘑菇农场枪杀7人的中国公民赵春丽 周三首次出庭正式被控7项谋杀罪名 和一项谋杀未遂罪名 在圣马特奥郡高等法院举行的简短听证会上 身着红色球服被围在玻璃板后面的赵春丽 被下令不得保释 赵春丽头发灰白 整个听证会上面无表情 他被指派了两名私人辩护律师 没有提出抗辩 此案的下一次庭审定于2月16号进行 地检官瓦格斯塔夫介绍 法庭为被告提供了一名普通话翻译 他是在美国居住了至少10年的中国公民 庭审结束后 瓦格斯塔夫在法院外对记者说 检方还没有确定赵春丽的确切移民身份 也没有确定他是否系合法进入美国 官员们表示 赵春丽在此案当中瞄准的8人都是有针对性的 他们已经获知其作案动机 但拒绝分享细节 瓦格斯塔夫还透露赵春丽在车中留下一条纸条 但他拒绝说明纸条当中的内容 地检官表示 赵春丽在被捕之后 接受初步审讯时很合作 并给出了完整的陈述 但瓦格斯塔夫预计 随着诉讼进行 他预计赵会提出无罪抗辩 除8项重罪指控之外 长达10页的刑事起诉书 还指控赵春丽一案存在特殊情况 指控他亲自并故意开枪杀人 根据加州法律被判有 犯有特殊情况谋杀罪的被告可以被判处死刑 不过加州州长纽森在2019年宣布暂停执行死刑 瓦格斯塔夫说 否则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您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